一般如果要蒸东西 你一定想到需要准备比较大或者比较深的锅子 然后隔一层水 但今天我们要翻转传统 Le Couser让你不用隔水 只用一个前底锅 就能完成新鲜的桂圆蒸醉翁虾 首先把预先用烧心酒、枸杞和桂圆蒸泡的虾子夹到锡纸盘上 然后把虾都摆放整齐 分好备用 另外将半杯水倒入Le Couser 26厘米前底锅内 用中火煮滚 现在水已经沸腾了 我们转小火 把锅盖打开 然后加入葱段 然后再把竹帘铺放在青葱上面 然后将刚刚我们包好的虾放在竹帘上 把锅盖盖好 再煮三分钟就可以了 那现在可以熄火了 熄火后再等十分钟就完成了 最后我们只需要撒上少许的姜丝 你们看看这虾子的颜色多么的新鲜 满满满的汤汁 好香啊 所以说 用Le Couser的前底锅 不用大费周章来隔水 而且它锅子的深度也刚刚好 好香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